接着下来第二场 第二场继续是五班 跑1200米的短途 撞带好的马也不少 这组五班不弱 1345也是近况好的马 配备转变是1100 这只老表扇 这次报1200 除眼罩 初戴开逢眼罩 另外亦亦其达 转了仓 去了希斯道 又搞一轮些配备 除了头罩 除了防伤眼罩 除了交叉被沽 初戴眼罩 重新绑利 重新带环形口含铁 配备多度不够写 这只洛班的飞腾追 近期这只马 我觉得它的神租 很生猛 洛班当然有点优势 因为它放在前面 可以接近的马 黄龙帝国埋便 其实上一次赛前 我都不一样 不过你真是贵味 它抢出来跑 就变成了 它也跑了第二 但你说是否比对之前 火气好一点 可能是吧 这只创奇迹 前面的蓝眼罩 中档日夜期达贴了蓝 尾尾两只都留闸了 天天智库和老表省 特意让你看开闸天天智库慢 对 老表省更慢 希望跑就不要太慢了 试完这个谷草杂 它也会再去草地跳 日夜期达出闸快 但是按住回来 我觉得创奇迹的杂伤好一点 以前这只马退出过 是的 它的试习也试过不合格 其实这里是搞了很多时间的 我想 夜夜期待在前面 我一般的这只马 是开步的 创奇迹 我想这只马下雨会更加好 会好也未定 正常地可以了 当然是 你现在刺前一点也可以 缩在后面追你也可以 这只马就在神操里面 是有显著进步的马 是的 我也觉得这只创奇迹 下来五班 绝对有得拼搏 当然你说走一圈 它会不会乖入闸 行不行 这些到时才说 但神操节目 已经是腰盯着的马 所以我都会抠抠它 又赚你的体力 好了 这些阳干传奇 多谢都来不及了 这样接手做一只五班 还可以赢这只马 有什么转过呢 转过两样东西 我只看到 第一是换了个别 第二 人家有正常做游和水 好了 看看这组试集 亦有几只马来看 前面万众开心 坎天蹄翼跟着它 在后一层就圣神威 还有一只精算赤炎 取得了懒 浪茄仔还试集 浪茄仔在哪 我贴了懒那只 白衫蓝袖 当然这个集 我们之前也看过 看好眼光 看威力奔腾 你看那只圣神威 绿色衣 55那只 都试得很轻松 一直按着 跟着那只威力奔腾慢慢上 精算赤炎就跟跑 陷天铁也没有动手 万众开心就放在前面走 但我相信它跑不会 马有点急 威力奔腾转弯也有点留不到 再看精算赤炎 进了集之后 这只马不是这么规矩 刚才那个大集 不过就没事了 只要试一下他们的追势 千尔怎样都会好追 这只黄铺永胜 我觉得是存在最大变数的马 因为他用了一个大师傅 之前一直都是建杂生跑 但是它是一只很轮盡的马 我相信骑士会帮他再跑好一点 这些都要逼迫 转人跑 合金黄 这只就不同了 这一场马是比较难搞的 排好档的那一场马 你会有排量 合金黄今次是休息很久 特意回去重化 收拾了一档 这只天天智库 神操不是十分起眼的 它的跑肢 就似足307的精算奇缘 经常伸长这条颈 那些跑肢又不是很瀟灑 但跌到这些分 上次沙田 它都差点放到 平时走的 这次是试集 不过慢了 开心再来 我觉得它只是胜作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用过 但它的演出真是 都飘忽得很紧要 这一只就一直都不行 这一只怪兽何合 暂时都不一样 它是学不到东西 这个问题我们指出过 经常都是有些抢口 心急 好,再看看这只老表性 那又跟着这只金净一号 不过这一马的功夫 又是脱漏过 可能有赛程就博 他现在出牌跑千二 那你看看长途那组 会出哪一只 这只隔了一阵没跑 休息了两个半月的日日期达 就这样看它跳 就不是很轻 但它翻了重化 这些马转了仓 现在在希斯道 好,来到第二场 五班的千二米 来到季尾 以这场的五班短途 水准都不错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几只近迹好的马 除了我拼这两只 阳光传奇 阳光传奇上次都拼了 另外一只创奇迹 除了这两只之外 你一号的飞腾追 其实四班一路已经近近近近 你下来这些班 让它放在前面 你想想它四班 它都够速度 它随时五班 比较快 你们都不定 这些马 你看以前158 丁冠和那只 都是一落五班 就放到的了 龙东全城 还有精算赤岩 旺铺永胜 都是有得争的 所以这场五班 我觉得大家可以 深入研究一下 可能找到一些 较硬的连赢位组合 有得中一下 然后我再看七档以内的马 天天智库 其实里面那群马 就不是太快的 接着那些马 也不是放那些马 但是究竟 整场马的形势会是怎样的呢 还是外面有那些飞腾追 黄龙帝过去拼命 跟你走 还是可以天天智库 能够出门 抢都出来跑 我不知道 因为那个大门 慢了一门 可能它更加了解多些 那就抢门 那一门快点 因为这些马 本身是散仔底 但是都跑去试习 以前也有大圈走一下 有正常跳 这个是比较有些不同的东西 所以天天智库 会列入考虑 那你赚了形势的 其实是四五六七 七号马更甚 七号马是赢过的马来的 这次回到够 功夫是不同了 阳光传奇就 这些是当悲当睿 创期即希望有些进步 第二场赛事 都简单研究过 值得花点心思量一下 休息一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